一次串业撞到了第一桶金 我居然冒了奖 是我在宁波的时候 我老师不在的时候 当时赶上2003年非典 我记得是 那一年有一个什么契机呢 就是我有一个舅舅 他是专门做宝什么剑什么品的 然后他代理了一个国外的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当时在燕沙 北京的燕沙购物中心知道吧 那地方去的人说白了 那绝对不是说光有品就能去的 那得是沙土豪去的地儿 里边东西就是说白了嘛 就是当时算了我不说这个 又是个得罪人 反正那个地儿不是一般人逛的 你知道吗 啥有钱的外地人一般去那 就去逛那 完了呢 那个地方里面 他有一个一节专门的柜台 就是卖他的保健品 能把他这个保什么剑什么品 卖到这个地儿呢 就已经是天花板了 那时候他们还停留在线下卖呢 你知道吗 他那个东西在专柜卖 1980块钱一瓶 在当年1980 叫什么什么口服液 这个口服液是干嘛的呢 大概的效果综合起来 你可以理解为 其此为生 就这么一个作用 烦恼很多 然后就问我 有一天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我给你寄了点 那个我做的这个产品 口服液 你呢看看给你老师 用一下 当时我老师不在 知道吧 我说这东西多少钱 或什么呢 他说啊 专柜1980 然后怎么怎么样 我说我知道价格 我说这么贵 好嘞你呢 我老师不在 我拿着这口服液 我当时就想说什么呢 我看看能不能给他卖了吧 当时就用的人际资源 因为这东西贵 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 知道吧 我那个时候认识 这个周围 比如说我认识这个宁波 有一个开水晶店的老板 因为我特喜欢这些水晶啊 串儿这些东西 跟我之前的这个工作有关 特选佛珠类的 所以那个时候认识一家 在步行街的这个老板 我之前也去那做过节目啊 也是那做的比较大的 因为他们离连英港特别大 连英港特别近 连英港本身就是产水晶的 所以我在他那个店里为媒介 他很多在他那买水晶 他一楼是普通客户待的 二楼是VIP 我一般都在VIP上面 我们就玩什么呢 玩那个双升 就两副牌的升级 一玩玩一宿 他给了我两瓶嘛 那两瓶我很快就卖掉 两瓶卖掉什么概念 一瓶是1980 我按照1280卖的 两瓶是2500多块钱 2500多块钱 是我一个多月的生活费 但我只用了几个小时 我就把两瓶卖掉了 然后我就给我这舅舅打电话 我说舅舅这还有吗 他说怎么 我说我老师用了以后 说不错 你再给我整两瓶呗 反正咱有自己人 送人什么的 你再弄个两瓶四瓶货什么的 行行行你别管了 再给你寄四瓶 又寄四瓶 我拿到这四瓶以后 然后我拿到的时候 大概过了一周 那时候快递没有那么快 前面买这两瓶的人找我了 弟弟 你那个起死回生的还有吗 我说怎么了 我们家狗死了 我看看你这能不能给他 延点瘦再活两年 开玩笑啊 就大概是什么 觉得太好了这东西 当然我肯定给他们看了宣传啊 他们当时有一套专门拍的一个影片 还带DVD那种 不打码的 你看完以后你都懵了 我说没问题啊 我说这东西难搞 我再给你搞两瓶呗 这四瓶还没到 基本上就刚到 基本上就卖完了 那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 大几千块钱 当时就发现这是四瓶路 然后我就给我舅舅打电话了 我说舅 他说怎么了 你老师又 我说那个 我老师上车撞了 不行了 现在严一息了 你给我来一箱 你那药吧 我看能不能把他救回来 开玩笑啊 当时说的原话 就是我说 我想卖卖你这药 你看行不行 我舅舅说那行吧 他说 我把 你先卖外 一些高回扣 高提债 对于滋补养颜 或这种东西就长生不老 好像就比北方人注意 就他们就有这观念 所以当时这个东西 我说真的 所以大家就 都有这个市场认知 这个产品真的超好卖 你知道吗 然后当时我们心就大了 就干嘛呢 就说 咱们开个店吧 然后 开完店以后 一步一步 然后我们说 我们跟超市谈 就跟那个小的便利超市谈 咱们铺货吧 那个时候 我这么跟你说吧 开完那个店以后 我每天基本做的事情 我根本不在店里待着 我找了另外一个孩子 在店里去卖 然后播放了那个影片 然后他们自己去买 我们每一天的晚上 当时就是在这个 以宁波 宁波那时候玩的都没有什么东西可玩的 宁波周边 包括义屋 包括什么地儿 然后去干嘛呢 每天晚上就洗桑拿呀 洗桑拿能说吧 就穿着衣服 洗桑拿呀 什么就是 别的就是 开始去这种地方了 你知道吧 然后我为什么说 这个是我挣到第一桶金呢 因为那时候 对于钱也没概念 几万块钱 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笔大钱了 在这个过程之中 大概持续了 大概有多长时间 有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 具体我忘了 不长很短 突然 出了一点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本来不是准备进超市也好 或什么也好 我的这个朋友 连货 带所有的这些东西 没了 就你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就是 就没了 这人 消失了 当时我所有的这些货 是没有给过一分钱的 因为我舅舅跟我说 年底结账 你给我就行 他说你能挣钱就行 反正你自己那什么 我拿的后来就包括要铺超市什么 就给了我一堆货 每一瓶市场售价 你想1980 全没了 我当时就在想 他为什么要给我四百块钱呢 这人也太好了 我真的特别想不通 我到现在想不通 我真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有心地善良的人 所以发生这个事以后 我很快的我这个第一桶金 就因为我自己的没有去管 没有去放精力在上面 没有什么 然后就就没了 就破灭了 然后我因为这个事情 我老师加上要走 然后我才去的南京